不认政策失误对外界质疑 保存期限不一 有90天 110天 120天 农业部再澄清 自豪高标准 不过 就是不道歉 但因为这一批巴西的进口袋 引爆了实案风暴 您是否愿意为了这个实案风暴而道歉 一小时的记者会被问三次 陈吉仲的答案都一样 或许是因为有总统背书 让陈吉仲敢大声说话 我们台湾人 我们民政党的这你听不下去 陈吉仲到现在还没有提出辞职书 总统也没有要他辞职 就有人急着放话操作 这非常恶劣 但宁可让他进口多一点 不要发生淡荒 不要淡价飙扬 这是正确的 就好像疫苗 宁可买多一点 不能没有疫苗可以打 之后诸葛亮 反过来痛加批评 这就是做得老干 陈吉仲很不舍 苏贞昌才是真正的行政院长吗 昨天我们看到新闻上面 陈吉仲所谓的请辞成功 要离开走人了 结果第一个跳出来反驳这件事情的 竟然是已经卸任的苏贞昌前行政院长 而不是真正的行政院长 陈建仁 请问陈建仁现在是傀儡吗 请问苏贞昌现在是太上皇 是地下行政院长吗 民进党的这个派系的政治 让大家觉得实在是太可怕了 但我觉得昨天苏贞昌 第一个站出来帮陈吉仲讲话 这是非常违反我国民主政治的 今天既然你已经下台了 已经退隐江湖了 就不应该再干政 所以前一阵子我们不是在讨论 什么干不干政的问题吗 结果讨论到最后 最大的干政者竟然是前行政院长苏贞昌 他讲说他好帮帮我创造了十倍的价格 而且他平易物价 我们只有一个观念 原本这些钱都不用花 因为那些全部都是纳税义务人的钱 而且他说五千多万颗销毁 只有花了两亿多 那现在一个问题来了 你真的相信都有两亿多吗 而且有一个露线的是什么 他说各位你发现 这个政府的治理的能力有问题 他说每颗成本只有两块钱到三块钱 所以大概只有两亿多 那现在一个好问题来了 大家没注意到的猫腻 那如果巴西这种国家 这么棒的国家 成本养鸡蛋只要三块钱 那台湾人到底是怎么样 那我们有什么会缺帮 不然你把巴西赚一个技术 还是说他们的原物料 真的比台湾便宜这样 只要两 你现在因为赔钱了 他就跟你讲把价格压低两三块 然后如果一涨起来 他就跟你讲说 对不起 我只负责解决蛋黄 不解决蛋价 结果所有的成本 他说因为禽流感 因为什么国际原物料上涨 所以国内的鸡蛋的蛋农 养殖意愿不高 到底生也是你 贵也是你 到底现在状况是怎么样 所以他今天讲了一个谎 又破洞更多 原来巴西这样棒棒的国家 加西只要三块钱 我们台湾到底在做什么 当时候那个畜牧师的师长 跟后埋的那个副师长 乃至于次长陈俊继 全部讲出来 各位他们四个人 全部一人一套 而且都是前言不对后语 一个推翻一个 其实这个陈其重 真的果真是小英男孩 他原本昨天他下来 我说一路好走 不送 因为对于台湾人 你伤害这么大 可是他走了以后 我们就少了一个 可以骂的一个对象 所以我心情很复杂 今天我要批判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 还是要讲 各位 民进党政府 如果各位再挺下去 只有一个状况 各位 我容许我跳动一下 太鲁阁的 罹难者的家属的头盖骨 还要找到160几项 你从上到下 林嘉隆当时候的交通部长 到我们的台铁局 到我们的警察局 各位 这就是民进党执政的量能 跟专业程度 因此今天看到鸡蛋这件事情 各位好朋友们 你会觉得 真的有很奇怪吗 我现在要呼吁的是 我们除了协讯 秦宇乔以外 我要协讯的是 万财兄 图哥 图董 你怎么会出国了 你既然有勇气爆料 我觉得请你要勇敢的发挥 台湾人 普直善良的心情 我觉得你就要站出来 把事情说清楚 我跟你讲 民进党那两个刷在等 所以叫他说 你快出国 没关系 你出国的时候 什么钱我都拿你出 当然我这是套句 谢长廷的 合理的怀疑 不然我又要被告了 我合理的怀疑 图案宅在这时候出国 各位 你觉得 有没有鬼 有一群人好安静 是 就是 我们的民进党的 那个绿营的 所有的立委的参选人们 侧义们 真的超安静的 从头到尾 仿佛鸡蛋在台湾 是不存在一样 他们不是安静 他们是觉得 你蓝白 就是在那边 抹黑造谣生非 你这些在野的 不管是民嘴 还是国民党的 民众党的 甚至所有就是在骂我 你们怎么可以颠倒是非 是非可以这样颠倒的吗 他说呱吉怎么来了 我是陈汉典 他是陈汉典 还有苦力 不要觉得他长白头发 那个不是陈汉典 对对 我还 他明明是苦力 你说他是呱吉 你们这些人行不行啊 我生气了 我生气了 他当然据得到 我生气了 他不复杂不过 我们说不过 我生气了 对 你 我就